非得说知识从外如此性感 非得一分钟每周一只周更新 说此曾经常多年 人瞅着多少小情侣因为同居而分手 要过这一关那点讲求方式方法 一 同居说到底还是没结婚 住一块那就应该承担责任 可以更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公共开销 剩下的自由自配 实在看不惯对方花钱方式 可以建议但别过多干涉 二 对于床上邀约 不管是太累还是没进次 千万别勉强 实话实说 这可不是咱不行 等哪天俩人都有状态了 再战三百回合 三 情感保险和保持个人空间有很大关系 没必要因为住在一起就成为连体姓儿 和哥们如果穿扯大的自由还得有 手机操机更不能翻 现在没了连同居也就到了头 四 别瞒着父母同居 只要双方都不是耍流氓 父母肯定能理解 邀请二老小住 还可以在未来爸妈面前好好表现一把 有朋友来记住 提前跟对象打成招呼 同居以后俩人都是指人 外事都得考虑对方的感受 这才是假的感觉 同居其实就是没发症的婚姻 咱得拿出失足的诚意来对待你说是吗 撒码观众非得收微博微信 学习恋爱的正确姿识 宝贝